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3年伊朗影展将起目 展映八部加片 电影圈劳模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 今年有三部以上电影作品上映的演员 就有十几位 这其中既有刘德华 张义 黄博 这样一直都高产的演员 也有王一博等新面孔 刘德华 张义 黄博 近些年一直是电影圈公认的劳模 今年他们的作品依旧不少 大鹏近几年也呈现出了 旺盛的创作经历 今年他在导演和表演量方面 都有高质量的发挥 王一博 今年也有三部作品上映 还凭借《无名》 获得了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就因为之前呢 可能就是荧幕上的 这个大男主会多一点 但是这些年可能 随着女性题材的这种增多 包括大家对女性形象的 这种关注 所以更多的这个女演员 也成为了这个 我们说的所谓的劳模 我觉得近些年来 就是我觉得 这种大女主的这种电影 和女性形象 比较突出的这种电影 开始多起来 这也是一个变化 是一个好事 慧英红今年贡献了 《我爱你》 拯救嫌疑人 和《满天过海》三部作品 她还凭借《我爱你》 获得了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除了慧英红之外 闫妮 周冬雨 文永山等女性演员 也加入到劳模行列 今年这么多劳模涌现的原因 与电影市场的持续复苏 密不可分 众多以往积攒的影片 纷纷投放市场 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这个实际上 也是跟我们电影市场回暖 有很大的关系 你市场好了 然后当然他们以前也很勤奋地 然后在创作 然后到现在就开花结果了 其实因为前三年 可能也是积压了一些作品 那么今年是集体释放出来 所以也能够感受到 就是这些演员 那么他们会比较密集地 出现在这个大荧幕上 纵观今年众多劳模的电影作品 大家在保证高产的同时 对作品的质量也都严格把关 我们也看到了更多演员 专心创作 让大家对接下来的电影市场 充满期待 我还是觉得 其实今年对我们 就是电影人来说 是挺鼓舞的一年 第一我们现在也500亿了 然后整个的市场也回暖了 第二就是从作品的质量上来看 我觉得是相比之前 是有一个普遍的上升的趋势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作为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 现在还是挺开心的 虽然这个好片子也多 但是也卷起来了 就是我觉得 要在这一众好电影中脱颖而出 那还需要我们可能更加的努力 昨天是我国传统节气小雪 多部赫岁档芯片发布特别海报 下面就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 蓝宇 小雪至寒风起 在天气逐渐转冷的时候 人们更渴望和家人朋友温暖相聚 由张义主演的芯片三大队 是聚焦真挚的朋友情谊 片方发布的海报也提醒大家 天出寒 记得和远方的老友寒暄 同时这样的日子也让人加倍思乡 敦煌英雄发布的海报当中 我们来看一个孤单的身影 覆雪前行 文字中写道 英雄带归家 岁岁叛团圆 传达出了对于故土的眷恋 影片正是讲述了唐朝归一军 收复河西十一周的故事 当然还有不少电影则是脑洞大开 对于传统节气进行了创新的解读 就比如说电影金手指 就是用金灿灿的雪花 来祝福大家有钱花 年会不能停 把小雪这两个字解读成了 小矿一工工资雪上加霜 说出了打工人的心声 在小雪这一天 还有新的种子选手加入贺岁档 昨天改编自同名网剧的影片 一闪一闪亮星星 宣布定档在12月30号 选择在小雪这一天定档 对于一闪一闪亮星星的剧迷来说 有着独特的仪式感 这是因为在原版网剧当中 张嘉宁扮演的林北星 曾有一句这样的台词 张万森下雪了 在当时十分出圈 追过去的观众们 想必对接下来的故事十分期待 俗话说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 希望这批贺岁档芯片 也能够滋养观影的土壤 用高品质提振观众 对国产电影的信心 为来年电影市场的丰收 打下坚实的基础 说的没错 除了院线芯片之外 还有不少影展活动 值得我们期待 明天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与湖北省电影家协会 共同主办的 《影在中华情》 《圆梦新思路》 2023年伊朗影展 就将正式启目 影展共包括八部电影 其中呢 既有伊朗电影创作的最新成果 比如说《金碧辉煌》 《无雄知敬》 这些影片都在近几年的国际电影节上 受到了关注 同时还有不少经典作品 就比如说曾斩获过 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万语片 和第61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金雄奖的 《一次别离》 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的经典作品特写等等 今年恰逢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这些时间跨度极大的电影 不仅能够让影迷近距离地 感受伊朗电影的魅力 更能够给观众提供一扇 了解伊朗文化的窗口 推动文明 交流互建 前不久 电影《风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获得了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奖 影片中呈现了大量的精美道具 无论是四大伯侯的涂灰 象征王权的玉月 还是龙德殿复杂的饕餐屏风 都带给观众无比震撼的视觉感受 今天幕后就来揭秘这些道具背后的故事 画的时候你每次画一点点 你每次画的都不一样的时候 这种感受是很好的 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工作 或活去完成它 而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我当时在影片当中看到这辆车 我第一个感受是觉得它非常华丽 然后其次仔细观看之后 会发现它是古朴 同时又不是厚重的感觉 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有参考哪些历史方面的资料 或者增加哪些商朝的元素吗 有的 开始就是导演已经提出要求 这个第一的马车要达到帝王级别 所以我们查到有些资料就记载 就是天子加六 就是相当于六匹马 我们看这个洛阳周王城天子加六博物馆 它就是六匹马 这相当于出土的实证 证明是这个说法就存在的 这时候与其相匹配的车叫什么呢 我们又查到了 天子所称的称车叫做路 对 这一圈 对 包括它结构 包括它上面的装饰 都有很详细的记录 这都是历史资料来的 这是设计的草图 当然我画了草图 这个就是根据这个 新手王陵 铜车马发觉报告 进行参考 因为我们看到影片当中四大伯喉 虽然说出场的戏份并不算太多 但是对于整个剧情的推波助澜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每一个伯喉 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图层上赵哥是用的这种陶铁纹 东伯喉这方面用的是盘车 南伯喉用的大象 西伯喉用的是缝 北伯喉用的是虎 与之相应的呢 北边它就是在五行上 它是用的是黑色 西伯喉这边用的是黄色 而南方这个南伯喉是用的红色 东边是用的绿色 赵哥用的是白色 为什么用白色 因为商朝商人尚白 所以用的是白色 天下非商王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 可能 我觉得对于封神第一步来讲 可能是给很多古代兵器迷的一个福利 那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道具是 王家侍卫的配剑是吗 对 其实王家侍卫剑就是自治团 打了冀州以后升级版 因为他们的身份由自治团变成了王家侍卫 现行更复杂 但是他也会保留一些自治团本身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这个投贴 吞着这个青年武士的形象 而且身体被这个 他的这种缠绕 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自治团这些人 就本身就是人质压在这个赵哥的嘛 被束缚在这里 象征王权的御业 甲骨文的王字 辅阅之行 由这个符号演变 以辅阅象征王权 其实他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所以我们找到了 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两组文化的 神人寿面文冒罪组合御业 就是这个形象 其实他最开始给我提供了 这种形象的灵感 然后再去找一些其他 就是比如说 唐台北故宫博物馆藏的 这个乐的形象 又找到了这个河南博物馆 这种透雕奎隆文童乐 就这个形象 基本上首先就是要跟赵哥 整个这种系统要文化 在一个它的材质上 比如说玉的礼器 要用到它的最核心部位 再把商朝的一些典型的 特征的一个女性形象 鸟的形象 玄鸟 对 商的文字 包括这种陶铁 一路下来 包括最后利爪 抓着这个 也是个鸟的形象 赵哥的一些典型的符号 都要在这上面体现 这么说 人死的越多 风神榜的法律越强 影片当中在龙德殿 出现的饕餐屏风 其实给我们带来了 很震撼的观感 这个龙德殿屏风的设计 最初衷就是想 它要体现商王朝的 王权的一些特点 第一 它是靠血缘关系传承的 第二 它是王权神兽 我设计出来 作为一个平面来说 它的基本性是那样 真正要把它立体化 它又是一个问题 雕工师傅 包括它造型 你也得一点点去磨合 一点点达到 这个电影所要求的那种状态 你小的比如说刀剑 它的有的地方 只是一两毫米的一个小物件 靠人力很难去达到 那种精气成物 那时候我们就得要借助 三维的技术 用3D 用计算机可以无限放大 去雕刻的技术 解决了很多 以前很难解决的问题 电视剧《以爱为营》 正在播出 主演王鹤蒂 在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时 谈起了自己 初到六年来的成长感悟 他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分别是青色 学习和突破 青色 学习 突破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哭有笑 然后有收获 有成长 就是这六年也没白瞎 就对我来说还是蛮开心 蛮重要的 2017年 王鹤蒂出演的电视剧《流星花园》 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演绎之路 那现代性呢我觉得感受会 它更加的贴近生活 然后更加的贴近当下 所以在适应完这些角色过后 可能会对我自己 有一些生活上习惯的改变啊 影响啊 我觉得这些或多或少都是有的 就是会完全不一样 不再让他受一点点委屈 像古装系的角色 那他的那种塑造感 成就感 然后那种爽点是不一样的 我当不了兵 我上不了战场 但我一样可以为了赶走日口 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这个演员要用第三视角来审视自己 就是自己的作品 自己去看一下 其实在里面会找到很多的 新的灵感也好 或者是发现一些不足也好 是一个收获蛮大的事情 说到收获 王鹤蒂去年曾参与了电影频道 《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 那次抓鸡的经历 让他有了全新的体验和收获 一二三五的 一遍跑 我怎么抓不住他呀 这个体验感是很鲜活的 很真实的 然后就是现在看到一只鸡 你都知道怎么去抓它 对 都知道抱哪个 怎么把它逮起来 蛮难忘 蛮精彩的一段回忆 还有一个月就到新年了 王鹤蒂的新年愿望 与自己的工作密切相关 他希望能尽早实现 大逢哪个人能够顺利杀青 尽快和大家见面 明年接着能够遇到 自己喜欢的好的角色 我特别想未来演的一个角色 反派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古装动作电影《惊情奇案》 正在浙江恒店拍摄 影片讲述了原本生活幸福的杜秋娘 因自己的花名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 经过官府十多年的侦破 这场奇情悬案也终于真相大白的故事 演员王刚曾在《倚天屠龙记》中 饰演宋远桥 他此次也在片中上演了大量动作戏 由鲍贝尔 李梦 主演的公路喜剧《出门在外》 订到明年1月26日 影片围绕鲍贝尔饰演的于良生 独自去川西 寻找离家出走的妹妹于霄展开 途中与各怀鬼胎的几方势力 阴差阳错地聚在一起 上演了一出现实荒诞戏码 在电视剧《无所畏惧》当中 王阳饰演的是油华律师陈硕 他透露这个角色和自己的性格相差甚远 之所以出演 是因为希望远离舒适区迎接挑战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阳 《无所畏惧》 讲述了罗英子家庭生活遭遇变故 重入职场后 他与陈硕等一群法律人 坚守正义的底线 在平凡的生活里勇敢奋斗的故事 反正谁要欺负你呢 我就跟他不共戴天 关心不消息 这家当事人是清白的 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剧中 王阳饰演的陈硕 表面上是职场老油条 实则内心清醒理智 坚守正义 在处理这个角色时 王阳下了不少功夫 怕不讨喜 我先从一个 生活中实实在的人去定义他 我不要把他当作一个讨厌的人 来去想他 来去设置他 我就把他当作一个人 一个人就有自私的一面 我觉得这个是生动的东西 灰色空间多一点的角色 会让我觉得有发挥的空间 会大一点 我在感受氛围的时候 我所有的情绪表达 包括我的表情 我的微表情 我的叹息 我的任何一个小小的细节 其实都是最真实的 只要摄影机能捕捉到 它都足以让观众感受到陈硕 其实他内心的良知 和他做人的一个底线 你是郭玉的律师呀 你因为同情夏林玲 忽略了所有潜在的风险 没有保护好自己当事人的利益 你失责 在于情感方面 当他发现罗颖子 就是他的天选之人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他的无所畏惧 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到手 你干嘛老咬着我不放呢 看着 他呸 我就喜欢你的性格 我就喜欢你的小姐 我的戏 任喳喳我们一开始有剧本《维毒》 《维毒》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挺有趣的 她是个嘴很厉害的女人 所以跟她搭在一起 尤其我俩大部分的戏 都是你对我我对你的 她不会预先预判 也不会预先设计一些戏 她都是从我给她的这种反应上 找到自己的一些表演 在反馈给我 所以整个过程 特别愉快 今年王阳共有六部影视作品 与观众见面 让他收获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在接受采访时 王阳透露 他希望成为不可替代的演员 继续用真诚之心演艺角色 从2002年从上戏毕业 一直到现在也21年 我觉得我依旧没忘记我的初心 无论在我自己低潮的时候 还是可能走了一点点上坡路的时候 或者说上了一个小台阶的时候 我都没有忘记我的初心 这个初心支撑着我自己清醒地认识自己 应该用一颗真诚的心来面对我的工作 这个是我可以做到的 我想成为这样的演员 不论之前 现在还是将来 现在是全有家居互动话题时间 今天的问题是 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 将于哪天上映 登陆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 继续参与话题互动 你就有机会 获得由全有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祝你好运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1905电影网 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 芯片大片 24小时直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22点整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 我是蓝宇 我是罗曼 明天见 明天22点 你好 您的心 好 这好